台股新攻略 带您掌握全世界 大家好 我是华信投顾曲林樂老師 感謝您每天準時的收看 今天又漲了251點 昨天漲大概200點 所以兩天加起來快要500點 明天沒有意外台股就算了波段新高了 如果創了波段新高 全世界就是三個地區 一個納斯達克 一個日本 然後一個台股創波段新高 那這個地方當然是有落差 那今天長這樣的話你就要問說 老師你還是在持續做空嗎 當然 當然 所以今天留言就不要客氣 用力的指責我 用力的酸我 你被嘎空啊 你這樣亂來啊什麼 沒關係 我說過 當老師就是要接受公平的 你怎麼留言怎麼說我都沒關係 當然有同志朋友也會支持我 我都非常感激 你的任何留言我都會警惕 我都會警惕啊 那實在也不算被嘎空啦 就是突然間 200點左右 以指數還要點大概就200多點而已啦 200點左右啦 那個股的話 我們有賺錢的空單 還有小賠的空單 大概 賠了大概5% 其實 其實這樣做空啊 它的難處啊 就純粹在心理作用 事實上你自己可以想一下 你看看你今天 昨天到今天你買的股票 有沒有真的大漲 這才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這市場上已經漲 連續兩天大漲 大家還在那邊講軍工呢 這不是很奧妙嗎 台灣就只有軍工 結構分析 那結構分析 的對跟錯 我不知道 因為長久下來我就是這樣分析 我也說過這是我最大的灶門 什麼叫灶門 國際股市如果不怎麼樣 台股一直在創新高 那是我認了 我放空就是 國際股市一直一直在漲 台北股市在跌 那我一定要想辦法趕快買了 如果台股還跌的話 這就是我的灶門 我永遠不會忘記 我人生的第一桶金 賺到第一桶金 我去買房子 就去買房子 那 你知道我什麼時候買的嗎 我在SARS的時候 你應該聽過SARS吧 我那時候買的房子 是台灣的房地產最便宜的時候買 那時候我就覺得 因為台股 台股也跌啊 房地產跌到台灣歷史上最低點 可是國際股市美股 一路在大漲 我們在跌它在大漲 當然買啊 剛好有一點也賺到第一桶金 我就去買房子了 後來 賺了不少 賺了不少 那當然就是 你的膽識 跟你的看法 我不會硬拗 我說過我絕對不會硬拗 所以歡迎你留言 批評指教 我也感謝大家的批評指教 真的 就是這樣子嘛 那 我還是強調所有股票我都是看空 只有黃金概念股 雖然黃金概念股 這一兩天拉回 因為黃金拉回 但是美債的問題都還沒有分出生物 現在全世界 我可以跟你講 你到華爾街的網站 一團亂 一團亂 全世界從來沒有向大現在這個時間點 又擔心經濟衰退 又擔心通貨 又擔心美債 你說這個背景下 大多頭來了 我也不相信 你相信那就沒關係啦 我是說我是不相信的啦 這隨時都有一個風暴 我認為6月份 我認為就在6月份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待會講到日本股市 日本股市最近很強要強調一下 好 禮拜一跟禮拜四我們看一下畫面 財經計程式 禮拜四是頂帶風台股 我們錄好了昨天 今天禮拜三所以什麼都沒有 今天只有台股新攻略 好 禮拜四隨北斗銀的起勢 我們到時候再來說 感謝再感謝 感謝你的讚 感謝你的分享 感謝你的留言 不管是好是壞 我說過我永遠不會關留言 永遠不會關留言 我要聽聽大家的看法 對我也是一種鞭策啦 你怎麼說我都沒關係 我都非常感謝你 都非常感謝你 導致別人 我說過 當老師本來就可以接受公評 評是評論的評 本來就是這樣的 是對是錯 將來說不定 過了6月份 這個過了520 6月份爆點 你又覺得說 歐老師你很棒 你竟然覺得歐老師你被擦空 OK的啦 本來就是非常OK的 我頂多是兩三百點而已 難道我還被擦空3000點 我敢有這麼寒 對 但是我要講道理給你聽 我要說服 朋友 如果你因為我 你有做空 請你擦手你的停損點 我沒有辦法跟你回答全部啦 也會不會很細啦 如果 如果你是也做put什麼的 那你一樣啊 時間還有一個月嘛 你自己擦手你的停損點 那這樣大家才能夠 好好的討論嘛 這樣懂意思吧 好 來 那我不會硬拗啦 就兩天而已就叫我放棄 我也不可能 那當然 我要講內容給你聽 那我認為6月的 你現在越是擠在這邊 包括美國股市 越是擠在這邊 你將來出的問題會越大 越大 將來出問題啦 所以我認為是 不只 我認為 先來個千點大行情吧 那 是禮拜天喔 521啊 因為520是 總統 這個就職週年嘛 那我們就禮拜 就隔天嘛 看他 怎麼講嘛 所以 剛好就是 早上在台中 台北在 下午在台北廠 趕快報名 報名電話在這邊 好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 就是開始來講的 好 那 投資朋友 股票市場上是有一個道理的 就拿美國的四大指數裡面有道琼、納斯達克 那個標普跟肺磅 那不可能說 科技股 直接漲 一路漲 然後 道琼、標普就一路大跌 不會這樣子 他一定就是有做比較 所以我說過 一定要做比較 投資朋友你要看看 道琼啊 這個樣子 這頭部是出來的 他昨天是跌一趴的 他是跌一趴的 所以 所以你說 他去年10月份也是跟著大漲啊 台北跟全世界都跟著大漲啊 他現在是這樣 如果這個跌 這個現在這已經跌破了 你畫技術線 這個線 不竟然是低點這個線線 應該是合理的線是 這個黑棒的線 畫線也是一門學問 他已經跌破了 跌破了 這頭部出來了 短線跌破了 KD指標也不好 然後 這是納斯達克 他是創高 可是 他昨天是跌的 投資朋友你要注意聽 你現在注意聽 美國股市 就只有漲 輝達 微軟 Meta 谷歌 跟超微 那超微還好 還好 但是這是創新高的 就是說昨天創新高的 蘋果沒有創新高 蘋果昨天沒有創新高 是這些創新高 這兩國都全中 都全中股 微軟甚至是 納斯達克的第一全中股 那這樣全中 這幾面 這所有的股票 都在納斯達克裡面 那為什麼納斯達克還跌呢 這一些股票不是創新高嗎 超微還漲4% 他們都是全中股 都是納斯達克的全中股 那為什麼這些股票創新高 那昨天納斯達克最後還跌呢 你有沒有想過這裡 納斯達克裡面有將近千檔股票 當然有ETF 大概100ETF 這樣懂意思嗎 這麼多的股票 他們全中集中在這個地方 就這五檔左右 他們都創了波段新高 那為什麼 同志們你有沒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納斯達克還留上影線 最後還是跌的 可見別的股票都在跌 如果來講台灣就是垃圾盤 可是台灣沒有 台灣沒有這種物聯網的大型股 他們都是物聯網啊 所以做AI嘛 跟晶片的 晶片 物聯網 沒有這種的 唯一就是晶片 那你第2晶片就只能找上台積電而已 那台積電你還是要 等一下我們看到你還跟Intel啦 他說 我說過嘛今天可能就是因為 日本首相說 海基電三星 有沒有 美光你們來我們國內 國內投資 所以日本的半導體設備廠今天都大漲 瑞薩啦 東京威力啦 全部都大漲 但是我們等一下要談一下 日本股市 這很有趣 然後慢慢來 所以這是有盲點 就假如說他不是很健康的 好 我們再來看 廢板 昨天突破51任後 最後還是收到50日 譬如附近這邊 那等同於他台積電過季線的原因 當然今天台積電還有因為日本股市大漲 的這個半導體的關係 中文股市的大半導體是 今天早牌一度曾經大漲 後來 跟著又下跌了 所以你看那個 當然我講 你可能要自己找恒申科技指數就不怎麼樣 還中錯1%多 好 那一樣 就是台積電過季線 那台積電當然就是520嘛 政策的概念 所以 太瘋狂了 瘋狂了你就要 這個指數突然間暴漲 這是你逃命反彈的最好機會 感到這麼好 想不到我們大漲的大漲 對不對 所以你要 這太瘋狂 瘋狂就不對 對不對 全世界目前都還算是在空頭格局 空頭格局是 反跌 急漲 就好像多頭格局是 反漲急跌 你把他顛倒過來 我想這個都是老生常躺的 好 再來看一下 比特幣 我們對照一下 你看這個形態上跟比特幣很像 那比特幣呢 昨天也一度想要漲 所以他昨天一度漲上來 他最後還是殺 比特幣最後還是殺 那比特幣停在這裡 你看這個 這裡有一條線有沒有 有沒有像這裡 這附近的線 你看嘛 對照一下嘛 一二四天前嘛 所以就這裡 有沒有 所以他跟 他跟以前前兩年跟 納斯達克很接近 但是這次的納斯達克純粹就是那些物聯網 那比較趨向於晶片這一塊就是比特幣跟費半比較連動性高了 所以 本來我睡覺之前昨天睡覺之前看到道雄小跌大概0.6%0.6%左右而已 那看到比特幣 小漲上來 看一下費半漲了一%多 那睡覺起來 一早起來看比特幣 又是跌啊 非半翻黑了 你稍微比較一下我跟大家講 大家做一個參考啦 好 那比特幣 好 那這個 標準破貨物財指數 事實上我說過嘛 衝破昨天就跨這一條線 結果昨天是微破了 所以他昨天跌0.64% 所以美債上線還是沒有解決 還是沒有解決 那當然就說 4200點也還沒過嘛 越差是越遠 那會不會繼續下跌呢 我認為這個時間點會慢慢的逼近 越是擠在這裡 股市就這樣 你越擠在這裡要嘛就未來標 你要嘛就是未來大跌 可是你看外在的環境 現在 現在這一點點風吹草動 就很麻煩 我今天到剛才看也沒看到 兩檔談出一個什麼東西啊 那如果這個會期他們結束了 未來再 快要在 快要這個違約的時候再開那個零食會來解決的話 那這過程就會暴跌了 我都要注意一下 好 那投資朋友我們現在就來講 好 台積電今天漲 那就好像 微軟 Meta AMD超為他們漲 那投資朋友會不會講說 兩天漲了400多點 所以合道理來講 因為大家都漲到台積電 你看聯法科有沒有動 沒有嘛 你會不會想到說 接下來就要漲小型股 會 我認為 我說過瘋狂亂載一定要漲到小型股 但是這個瘋狂亂漲的過程當中跟520有關係 所以照理說明天應該漲 這個軍工這一類的 可是科技股一些股要不盡然 不盡然 為什麼只給你看 我再講一遍 大家多頭一種人說 台積電就漲到那麼多啊 就漲兩天啊 指數大漲啊 大型股漲上來 其實為什麼 等一下你看大型股只有台積電而已 洞而已 那應該明天要輪小型股 會 清工股 因為520 為什麼說不見得 小型股也會跌下來 答案在這邊 美國股市啊 這次最中小型股就是這裡啊 羅數2000 就這裡啊 你看他快要破去年的低點啦 就是說美國股市就好像我剛才跟你講的啊 就那幾個 灰達啦 Meta啦 那些大漲 可是為什麼 納斯達克 最後還翻黑 就是因為所有的股票就那五檔在漲 其他都在跌 所以這個中小型股是跌 所以你說 大型股漲換中小型股漲 你邏輯不通嘛 因為美國股市中小型股繼續跌啊 這樣懂意思吧 所以就推翻這個 我推翻這個 我講的有沒有道理 因為我拿東西給有圖有真相嘛 總不能扛嘴 保證公主 歐空跟你拚了 沒那個道理啦 我說我要說服我自己 再看我節目人 不是只有你啊 還有我的會員啊 我會員是 都是這一二十年一直累積到現在的 他們對我職業的信任 我沒有亂講過 我被嘎也是告訴你 有什麼了不起的 你怎麼知道 對不對 我從來沒送過什麼資料給你 我也沒有什麼單股啊 電鍋機 沒有嘛 我就按照我的模式解給你聽 對我認為六月份 你現在越擠在這裡 六月份風險更大 因為進入真正的時間波了 來 美國NBI指數啊 它也是羅素2000裡面重要的 都是小型股 他昨天是中錯 本來他都還能夠支撐小型股 這一段 結果他中錯了 昨天一口氣跌了 2.4% 所以你說反應到 所以有人說NBI指數 跟國務院的生技指數能夠有聯動 我不知道 今天 今天美食漲停啦 但是我們生技股事實上也不太妙 只有一兩檔 所以 你純粹就幾兩檔 我曾經跟大家講說 照理說已經大漲了四五百點了 應該大家都在講科技股啊 對要講南電那一些啊 講台積電啊 講聯發科啊 怎麼大家都還是在講那個 那個寶一那一些 不是 可見大家還是看空的嘛 對不對 要不然你靠寶一能夠收多少會員 所以才能一直在那邊電鍋機 長光看法不見 不變了 來 我再強調一次 會不會 大家會不會想法說 台積電漲上來了 對不對 那應該小型股啊什麼 輪漲上來 不盡然喔 你看美國股市 已經好久了 你看那羅素2000已經好久了 要漲早就漲了 這樣懂意思吧 好 日本股市來 繼續創新高 大家都說巴菲特加持 那今天呢 我們要再講4月 他4月通膨率突然間來到3.25 日本央行就是希望2而已 所以他通膨率高 通膨率高 它指數越漲越高 通膨率更高 所以可能6月份就要改變寬鬆政策 這個很麻煩喔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前面 這前面這個大跌的當初就是植田 植田要接任他的央行 因為植田本來就是不喜歡寬鬆的 不喜歡一直寬鬆應該恢復正常化 那如果寬鬆海外的這個大米資金要回到日本 日元就會升值 當他們海外投資的那些產業就會被拋售 你知道過去這48個小時之內美國7個 產業龍頭 倒閉 你去查 你知道我網上查一下 Google一下 48小時7家產業的龍頭巨頭 對倒閉 你說經濟能夠好到哪裡 你自己想一下 巴菲特他投資5大商社 我趕快給你看 這個叫駐有商事 商事有沒有 他是做金融貿易的 創新高 伊騰宗商事 對不對大家都在這邊他是做石油金屬化工的創新高 然後呢 三銀商事 創新高 他是做金融貿易 還有原油的 完紅呢 沒有創新高他是大宗物資能源 所以巴菲特三井 三井物產 大藥在這邊 他也沒創新高 照理說這些裡面也開始有一點不再創新高 日本股市盡量要拉回 今天日本股市反而去找 漲什麼 漲半導體 為什麼我說過日本首相說台積電三星美光來我們這邊投資 所以日本的這個半導體設備廠都大漲 東京威力 有沒有 待會又看到那個 瑞薩 那巴菲特我們從前面來看就是跟能源有關係 那巴菲特投資西方石油 這兩天還在加碼 如果按照他去年這樣一直投資西方石油 巴菲特大概 我認為我大概幫他算一下成本 他大概被套了10%左右 因為他跟去年能源原油一度漲到130 140 他曾經就這樣一路做上去 那投資的這個也都是 可見巴菲特 這兩天還加碼13億 美元的西方石油 所以投資我要跟大家講說做多跟做空的難處在哪裡 巴菲特這樣子也套了10來趴了 你看都一路買嘛 也套了10來趴了 可是我們做空的話呢 兩三百點 網路給你酸成什麼樣 對不對 沒關係啦 我就跟你講 我很坦然 因為我是 對照給你看 然後這個 這個 照理說要拉回了 但是今天找到半導體 這個可以留意一下 瑞薩半導體創高 台電副日設廠最大的收益者就是瑞薩半導體 他是歷史新高 那以前他漲上來大家都知道 他做做MCU的 微控制器的 應該4919每次都跟他聯動 有沒有 就是像這些希望他們到日本設廠 台積電到每個設廠是賠錢 台積電自己說 到日本設廠的話是沒有輸贏的 那就要看你日向給了多少好處 但是呢 今天三星是跌的 那新唐呢 以前他漲到新唐就漲啊 你看這個 這邊建高點 新唐不是建高點 後來最近為什麼跌下來 有沒有他創新高 為什麼 因為這一次沒有關係的嘛 所以新唐 新唐是 我今天講的都是重要的股票 好 南韓股市 這個點 就台北股市的 之前的高點 那台北股市今天差一點過高點 他還這邊 那第一季呢 南韓股市的獲利啊 跟台股市長都是都接近腰斬 所以基本面是衰退大幅衰退的 我們價錢指數 你看嘛 南韓股市的位置 這個點就這 就這個點 是不是同一個時間創高 對不對 可是他 我們快要創高了 然後呢 他 沒有動 所以你說叫我用分析比較法來說 台北股市趕快去追 我不認同 我不忽多忽空的 來 不然這原油 原油走空的 那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為什麼 巴菲特中情 巴菲特幾乎不買科技股啊 在日本股市也不買科技股 有沒有 你看鐵礦石 這些都是代表產業 孽價昨天還破低喔 不鏽鋼的啊 1605的那個啊 銅價昨天也略破低喔 工業之魔 所以 經濟是衰退的 這樣懂意思嗎 好 入股的AI 今天還跌 我看尾牌有點小方紅啊 然後呢 Intel 我在講Intel這跟台積電具有關係的嘛 對不對 得一半導體 這個 破底要彈上來的啊 有沒有 那果然台積電呢 520嘛 所以來到520合理的 你再撐也是一撐一撐 你說520行情 今天都517了 是不是 再兩年 聯發科 有漲嗎 告訴我有漲嗎 三星電子啊 不是說台積電跟這個聯動啊 今天晚上如果美光也跌呢 那反正說日向這個是沒有意義的啊 三星還跌喔 三星跌喔 是跌嗎看到箭頭往下還是跌 這條是平盤 是不是 你不是要招商嗎 那三星為什麼跌 也不是獨掌台積電 純粹就為了520嘛 瘋狂亂漲你要小心這個瘋狂亂漲 你不要上當啊 不要明天莫名其妙就跳進去啊 環球金 這個有漲嗎是權重股喔 貴買權重股喔 聯電有漲嗎 有沒有 信華呢勉勉強他算伺服器 可是第一劑獲利15劑的低點喔 可是AI啊 AI這些撒大錢都不見得會有結果 如果歐洲啊 美國開始監管的時候你就就 慢慢會走下坡 擴展速度會變慢 四星好 我們講說有多少股價創新高 有四星創新高 這個我沒話說我也沒空他 這昨天空的 大概就是這附近啦 小小家啦 那國際呢 國際是 是大股票吧 有在擋嗎 你看那個 日本那個春田啊 太陽漁店很差啊 有沒有今天太陽漁店昨天要破地 連勇 都是龍頭股啊 有漲嗎 有漲嗎 你繞了半天還什麼 還是保一啊 是不是還是保一嘛 還是那些啊 這個保勝光學啊 怎麼大家都不講這個 可見 老實跟我一樣都是看空啊 如果你敢講這個 表示說你是看多嘛 對南電 這個也不算軋啦 大概三五趴啦 安生美 安生美本來台幅很好 本來是中錯 台幅才不好很好 可是這兩天也開始 以位階來講的話 有沒有 像這個有沒有 這個位階都差不多了 位階都差不多了 有沒有 大力光 有漲嗎 有沒有 德偉 我說跟安生美做比較 有沒有 有沒有 他太高了啊 他太高了啊 所以5425的台幣 破馬 你看248的僑貌也是很不怎麼樣啊 所以德偉不怕 不怕 我說多少頂多三四趴而已啦 沒什麼大不了的啦 我獲利的 我今天都不提我獲利的東西 慢慢跟你看 我們把大股票拿給大家看 做比較 做比較才有才有這個 好今天這個創新高 請問你有兆豐金嗎 今天金融股 來掩護 電子股一些出貨 注意喔 兆豐金創新高 你有嗎 有恭喜你啊 有沒有 華新呢 原物料都在點 你看這個掌 這是華新最原物料的龍頭啊 有沒有 長龍 傳產的龍頭啊 有掌嗎 有嗎 這個很奧妙的 我跟大家講這些 你把腦筋裡面 集合在一起 我當然要看空 從道琼到標普 他們掌了什麼 我整個把你連串起來 我當然是看空 而且我要這邊跟大家講 你要小心要趕快賣股票啊 你說520 今天517啦 再兩天啦 那頂多是這樣而已吧 千點的風險啊 空單 6月份怎麼空 千點啊 這不只千點啊 現在國際股市非常亂 你想就知道這個大環境 要不要緊急摔堆 要不要美國債券違約 這個大環境能夠容許這個 一天 漲200多點 一天漲250幾點 這一定是太瘋狂了 太熱了 主力就是利用這個在出貨的 你真的要小心 還是跟大家講 千點大量錢 趕快報名 關鍵點你知道嗎 因為你自己想要你手上 這兩天 你告訴我你這兩天你買了什麼 我要賺錢的 繞來繞去還是那些軍工嘛 可見就是有問題嘛 這樣懂得意思嗎 該賣該怎麼樣 趕快電話在這邊 趕快 這是禮拜天喔 520是禮拜六 我們禮拜天 上午在台中 下午在台北 你中午要參加我的 我也不現在就參加 老話一句 打電話進來 報名講座 才是最重要的 千點的轉折大行情 千萬不要錯過 這個不要錯過 包括如何 趕快高檔來賣 剛好這一兩天 瘋狂的亂漲指數 就是你的最佳賣點 知道嗎 再次告訴大家 不要忘了贊 台股新工業 祝福大家 我們明天見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謝謝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你想賺錢嗎 訂閱理財周刊頻道 18位專家 提供最快最多樣的看法 從每天早上10點半 到晚上10點 每30分鐘 就有一檔最新影音上架 你還在等什麼 下個不好 就是你 夢想 新聖誠